Sawadicka 在那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这个海外试驾环节 而且今天要试驾的车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 全新一代的 Honda HR-V 其实我已经驾了这辆车一段时间 这辆车确实有很全面的进步 至于进步的点在那里 在接下来的影片会跟大家讲到 然后重点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是泰国版本的Spec 也就是这个会跟马来西亚市场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看看先 而且我相信大家在看到今天的影片的时候 这款车已经开始预定了 如果你是很喜欢这款车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千万不可以错过 首先要讲一下这款车的硬件细节 其实新一代的 HR-V采用的还是上一代的平台 它的轴距同样是2610 所以其实它的车身尺码基本上还是B-Segment的XUV 但是原厂还是针对一些细节进行优化 例如说如果你跟上一代的车型对比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A-Pillar跟C-Pillar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的A-Pillar变得更直 然后可以给你更好的视野效果 至于在C-Pillar这方面呢 它则是采用了一个比较类Coupe的外观设计 所以你从侧面看的话 新一代的 HR-V外观是非常的帅气的 至于在整个车头呢 我们今天试驾的是RX的版本 所以它会有这个一点一点的 镀刻材质点缀的水箱护照 然后这边还有个RX的名牌 接下来在这边还有这个三层式的设计 这个钢琴黑 镀刻 跟这个黑色的塑胶材质 然后中间还有一条线 有一个垫的形状 整体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在这个LED的头灯组上面呢 它有这个日渐行车灯远近光灯跟小灯等等都是LED 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个 它融合了这个方向灯的设计 而且它是序列式的 所以把这个方向灯打开的时候 它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好看 这个车尾就是我刚才讲的Lay Coupe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个C Pillar的角度 比起之前的更倾斜 侧面看它真的很好看 但是它的代价就是这个车内的头部空间会有一点点的压缩 然后关于这个新一代的这个HRV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尾灯组的设计 它采用了时下流行的3D LED设计 而且是连贯式的 加上它的灯壳其实是透明 如果是在晚上的话 这个3D的视觉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 单单这个尾灯我相信就会很多人买单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尾门呢 其实它是支援这个电动开启的 这个也是上一代没有的功能 上一代好像是一直到了后期之后 一个升级版本才加入了这个微向开启的功能 如果我有讲错的话 你们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纠正我 然后也很简单 就是按一下 它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其实就是个非常人性化的配备 我觉得如果加入的话 真的是一个加分项 微向的空间是很多人选择HRV的其中一个理由 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开着这个上一代的HRV IDCT过年 也就是混合动力的版本 它可以应付我一家大小的行李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真的很棒 可是在新一代的HRV上面 因为它采用这个类Coupe的设计 一定程度的压缩了它的这个后部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是比上一代小一点点 但是放眼在目前这个同级的B-Segment SUV里面呢 它这个微向空间表现其实还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重点是它还支援这个六四分立的椅背群岛 如果你想要载这个体积比较大的物品 基本上没有问题 你对于空间很在意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去展示厅看一看车 你就会知道其实它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另外呢 这边其实它除了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之外呢 它还支援这个脚踢式的尾门开启 只要你把智能钥匙戴在身上 就可以踢一踢开门了 最后要补充到的是 我们今天试驾的是RS的版本 所以它配备的轮圈是225 50 R18 其他的版本呢是会小一点点的 不过这个18寸轮圈真的看起来很帅 这个引擎会有一点吵 因为它在启动的状态 如果收音不美的话请大家多多见谅 OK 我现在来讲一下引擎的细节 泰国版本的HRV呢 只有一个引擎配置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1.5公升的IMMD混合动力引擎 泰国版本的最大马力是131PS 大概是128-129HP左右 峰值流力和City RS一样是253Nm 匹配ECVT变速箱 这个版本应该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据说马来西亚市场的引擎配置 不会只有一个 而我们根据一些路边设的消息啦 马来西亚会有三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和这个City跟City hatchback一样 最大马力表现是1195HP 峰值流力表现145Nm 第二种引擎配置 也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1.5公升VTEC Turbo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跟City FE一样是180HP 峰值流力表现240Nm 最后一个等级就是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三种引擎可以选项 你如果对于这个动力不是太在意的话 你可以去1.5MA 你对于动力很在意的话 你可以去1.5 Turbo 如果你在意的是油耗表现跟这个顺畅性 你可以去1.5 Hybrid 不过这个消息没有获得Honda的官方证实 我们也有跟Honda官方求证啊 他们只是跟我讲 发布之后你就会知道 所以一切都是以Honda官方的消息为主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混合动力版本 我发现Honda在新一代的这个车款内装设计上面 讲求的是质感设计 老实讲上一代的HRV是非常的实用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的话 你会觉得它的内装的质感跟同级的车款比 已经落后一大截了 所以在新一代的HRV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质感表现 质感的呈现其实比起上一代进步很多的 当然这边这个出风口的设计 是有向上一代的车型借鉴 但是虽然它是条纹但是 还有出风口还是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跟这个Driverside一个 然后它还导入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这个旋钮 这个旋钮可以控制风量 甚至或者是关掉 我觉得这个还蛮贴心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回这个中间的部分 这个8英寸的触屏主机 其实是跟Honda City Hatchback 是一样的 然后反应非常的流畅 然后同样的也支援Andro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它的USB是在这边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然后在City上面备受好评 自放手机的位置也有存在 然后这边有一个物音的材质做延伸 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置物空间 就是很传统的本田风格 这里有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这个排档杆的设计呢 和Honda City 一模一样 然后周边有很多钢琴黑的材质 看的时候是很好看啊 但是你如果要日常用的话要小心点 因为它很容易滑 然后这边有两个支杯架 有中央扶手 打开的话里面有很多的置物空间 而且还蛮深的 接下来就是这边 上代有的电子手刹车跟AutoCode 自然不会被忽略掉 然后在前方你还可以看到这个 HU Decent Control 就是这个陡坡缓降辅助功能 然后就是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它有三个驾驶模式 Sport Normal 和Ecore 接下来我们会在驾驶的时候讲到 然后再往这里看 可以看到这个仪表 实际上和City RS 和City V-Sense 是一样的半数位化仪表 左边是7寸的这个TFT彩色资讯屏 右边是传统的指针仪表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质感跟握感 我自己觉得好过CV FE 啦 抓起来很爽 然后上面有非常多的快捷按键 包括了音响快捷键 然后Honda Sensing 的控制按钮 关于这个Honda Sensing 我们这边是要讲一下啦 根据一些路边设的消息啦 就是说有一些教授员在社交网络上面说 Honda Sensing 在马来西亚版本的HRV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不过同样的 Honda 官方表示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们等发布才知道 所以大家还是以官方的消息为主 最后要讲的是 泰国的版本是有这个全景天窗的 在这里有一个手动的遮阳帘 然后这个天窗一直延伸到后面 后面的遮阳帘也是手动的 而且很可爱 HRV 或者是 Honda 的车款空间表现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去太担心 因为空间最大化就是 Honda 的最大优势 而在这款车上面 它的空间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但是这个头部的空间就会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类酷配的设计 所以会有比较压迫感 可是上面其实有天窗 然后这个天窗打开的方式有一点点可爱啦 我示范一下 它就是这样 你推广边 然后你就可以拿下来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子手动的方式去开这个天窗的 所以开了之后 压迫感会少了一点点 只是这个版我就不知道怎样放 然后接下来的细节部分 它的这个椅背有三个头枕 都是可调式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 然后还有自杯架 其实门板也有自杯架 然后在这个后面的冷气出风口 下方有两个USBK 让后座的升客进行充电 然后这台车的冷气其实还是蛮冷的啦 尤其是现在这个泰国其实还是蛮热的 一路走来我坐在后面 我其实觉得有一点点冷 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不需要担心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一些东西就是 这辆车这个舒适性呢 比起上一代车型是好了不少 上一代车型我自己开到是很开心 然后我的家人坐的时候他们会有点投诉 就是隔一有点吵然后椅子比较不好坐 只是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它的质感也好还是它的乘坐表现也好 都比起上一代进步不少 然后我刚才在后面真的是睡了大概有半小时左右 我觉得这个椅子真的是可以让我这个身高18亿的人 坐到是有一定的舒适性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它的这个椅垫的支撑 还是比较不足够 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 它在这边有两个灯而且是Touch一下就开的 很Attas OK 现在就来讲一下这个新一代HRV的这个 试驾感受 其实我们昨天是从这一个Buget开车到Krabi 然后现在从Krabi开车回Buget 这全程大概是有一个五六百公里吧 应该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驾驶感受 首先要讲的就是我觉得新一代的Honda他们在这个底盘上面 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 就好像从新一代的City开始到新一代的Civit到新一代的HRV 其实都一样他们都是进行一个优化 让它有着更好的那个乘坐跟驾驶感受 实际上新一代的HRV它的平台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它们的轴距也是2610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车体的架构都有着更新 A-Pillar跟C-Pillar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然后原厂也加强了车体的刚性 所以其实这辆车在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车体的刚性进步很大 尤其是在高速弯的时候 刚才我走了一点的一个比较高速的弯 就大概是用90的时速去过这种甘榜路的这个弯 我很惊讶地发现其实这个车的底盘其实是非常撑得住 然后侧倾也没有太明显 因为讲真的 其实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开了上一代的HRV差不多10天 同样的也是Hybrid的版本 HRV的IDCD版本 我对于它的这个整体的驾驶感受是非常的习惯的 但是我又觉得如果讲我要挑剔的话 我还是挑剔到它一些问题 例如讲它可能有时候Body弱会严重一点 然后或者是它的这个方向盘指向没有太清晰 可是在这一个新一代的HRV上面 虽然讲一样的底盘 但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获得了解决 尤其是在操控表现方面 你问我说这辆车的重心会不会比上一代低 我又不觉得它会比上一代低 可是就整个驾起来感觉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一代的HRV你可以去发现它的底盘其实是非常的沾 非常的扎实 上一代是有一点点的散 然后它其实上一代主打是一个比较均衡 就是驾驶不对太差 空间表现不错 时速度不错 可是这一代表现在每一个点上面都进行了优化 它的操控表现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地方 我其实觉得一辆HRV有这样子的操控表现 应该是可以算是及格之上的分数 最少是有个七八十分的 然后它的舒适性表现 因为整个底盘的刚性提高了也扎实很多 所以对于车辆的舒适性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尤其是像其实我们这个路 从这个Krabich回去Puket的路况并没有太美 路上蛮多跳动的 大家从画面上应该也可以看到的跳动 但是实际上传递到车身里面的余震是不明显的 可能后座明显点但是前座是不明显的 所以如果讲今天是一个家庭使用者的话 这个HRV应该会满足你们的需求 然后第二点要讲的就是整个内装质感的不一样 内装的质感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你每天开车的话你要看着它的内装 然后如果是那种很巴压很普通的内装的话 你看着你也是会闷 可是这个HRV这一代新大改款的这个HRV呢 它的内装其实塑料感并不强烈 而且甚至你会觉得质感还蛮好的 我甚至觉得在同级的车款里面 目前啦同级的车款里面 这一个它的内装质感是最出色的 看了会有一种心旷神移的感觉 还有一点是我很喜欢的配备就是这个 这边的这一个冷气控制旋游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怕冷的人 我开车的话这个冷气吹我的手 吹到冷冷我会不喜欢 但是这个它有了这个功能我可以关掉它 就是我的手不会吹到冷气 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配备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功能有用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Powertrand 这个Powertrand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 我们的City RX跟City hatchback RX都是用这个动力配置 只是这个泰国版本的HRV Hybrid它的马力会高一点 最大马力表现是130HP左右 然后峰值丢率表现一样是253Nm 在欧洲市场官方给出的这个0-100加速成绩是10.5秒 不过这边有一点点趣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时常有看这个国外的节目 他们会去实测这个0-100 我们以这个Jazz的IMMD来讲 Jazz的IMMD官方给的数据0-100加速是9.4秒 可是在国外媒体他们实测呢 Jazz的IMMD 0-100只需要这个8.94秒 至于这个HRV更厉害 HRV的官方成绩是10.5秒 但是他们是8.6秒 所以实际上它的加速表现是被低估的 然后这几天我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跟我之前在Jazz City RS的感受是一样的 它很Smooth 很鲜心 然后要超车你要加速的时候 它那个动力储备又有在 因为其实这个IMMD它的主要的概念就是 它有双电机 然后引擎主要是用来发电 提供给两个电机 其中一个电机是Charge这个Battery 其中一个电机就是提供这个即时扭力 253Nm的扭力就是从这个电机提供 当然你需要更强动力表现的时候 这个引擎跟这个马达 其实它们是会协同工作的 所以给到你更好的加速表现 这几天我开这辆车 我的感受就是这辆车的加速是真的快的 那就算现在我要超车 我稍微踩一点点油门 你可以看到我的速度就上来了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现在是开这个Sport Mode在开车 所以理论上一般的车开Sport Mode油耗都会比较差一点点 然后我现在我的这个能耗表现是 我的油耗是16.4kmh 这样的表现你要觉得讲它差吗 其实它不差 因为要考虑到我们这个不是在高速公路行驶 这个是在这种乡间小路啊 有时候走走停停有时候塞下车 然后速度慢你又要一直踩brake 这样子下来它的油耗表现竟然还有个16.4kmh 而且在Sport Mode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出色的 如果讲马来西亚也提供这个IMD的版本 我觉得我会选择IMD的版本多过Turbo的版本啊 因为这个开起来太爽啊 重点是加上它有一个电池主在后面 所以整辆车的配重会比起普通般的更好啦 就是我开过这么多Hybrid车之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 然后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是 大家其实不用太把这个Battery问题 因为原厂也知道Battery会有热度 所以其实在后座部分他们有设置了一个散热孔 给这个Battery散热 然后他们也有冷却系统 所以这个Battery其实不会因为这个温度的问题而出现损坏 这个机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整体而言这辆车 我觉得跟上一代比 如果讲你是上一代车主化 新车发布之后你一定要去试驾一下 你会知道它的差别真的很大 底盘很扎实 这个动力配置更出色更成熟 然后操控表现也更好 重点是大家都很在意的舒适性也有提升 尤其是它的MVH提升真的很有感 你现在听我的录音 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路况很不好的路加车 然后我也没有开音乐 也没有去它的BGN遮掉这个路况 你可以听到轮胎声很小 风险声很小 眼睛声浪也很少 这个是这一代HRV我已经进步最大的地方 上一代的HRV我很喜欢 尤其是IDCity的版本 10分满分我会给它7分 可是这一代的HRV我会给到8.5分 因为这个进步真的是很大 我觉得如果这款车如果在马来西亚发布之后 它要继续成为这个B-Segment之王 应该是不难的 只要是价格合理的话 目前这款车的售价多少 我们还不清楚啦 官方也不愿意透露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 7月份发布的时候 这款车的价格会不会有惊喜 好啦以上就是这个 我对这个HRV大改款初步试驾的感受 这款车是我自己 觉得是2022年最值得期待的新车 你们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好啦这个就是我们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